大家好,欢迎回到足球快讯 前迈阿密助教曾在2014年说 就算你把梅西放在大联盟最差的球队 那他仍然是最差的球队 现在因为这句话 前助教Jason Chris被挖出来了 这句话,破坏者们理解是 为梅西不行 意思是带不动其他队 有点梅西离不开巴萨体系的意思 当然,我们多数稍微正常一点的人 都不会这样去想 因为稍微动动脑子 都可以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说 美之连比较菜 当然,他说美之连菜 或许也是在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所以,要不他怎么成了前助教了呢 不过,这已经快十年的一句 带着调侃美之连的话 如今被翻出 这或许是间隔时间最久的打脸了吧 在足球界混 记得话题一定要带上梅西 因为,很可能在那之后的某个时机 你就会在不经意间被成了热搜的网红 不过不得不说 梅西真的是太强了 一个垫底的球队与冠军只差一个梅西 这绝不是玩笑 此前,一直有人说他是体系球员的那些人 这次的脸或许比这个前助教还要疼得很 回望梅西在迈阿密的这一个月 联盟杯就好像为他接风洗尘一般 在迈阿密踢这个杯赛的第一场比赛之中 球王梅西一记惊天绝杀任一球 另整座城市为之轻狂 并在此之后 他掌着迈阿密这艘小船 在无数人惊奇与震惊的目光中 将整支队伍由此前的摇摇欲坠 凭借自身强大的凝聚力 一下子变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球队 这改头换面 焕然一新的巨大变化 都因为一个人 他就是完美无暇的球王梅西 世间最华美 最荣耀的词语 一时之间 他们都有了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梅西 因为他的表现 另是人为之疯狂的同时 却让他们黯淡无光 以至于没有了容身之地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